大家好,这是我第二个视频 这个视频是2020年2月份的时候 我已经把这个飞机已经买完了 然后做完了所有的检查手续办完 然后我就找了一个在家附近找一个飞行学校 找了一个学校 然后就用我自己的飞机 去来准备找一个私人的飞行的驾驶照 然后这个视频里面是我的第三班第三次飞吧 学习 然后因为之前没有买那个 因为我后来又买了一个大疆的那个Action的一个运动相机 然后又配了一个转接口加一条线插耳机 然后可以接到那个飞机的无线电 就可以录下来所有的画面 还有我跟老师还有塔台空中交通的对话 然后这就是我现在就是我的第一个 不是第一个可能第二次 还是第二次去KLUI的视频 然后这个视频里面我还是一个比较轰的状态 就是感觉 然后关于无线电跟塔台的对话也是在学习 为什么会都要问那个老师是应该怎么说 然后他就问我要重视我有这个提醒了这个天气的信息 Xray X 然后我就没有听懂 然后教员告诉我应该怎么回答 我就回答了塔台 回答了那个地面 地面的频率 然后现在就准备开始滑行 其实这个时候滑行应该我自己也滑过几次了 因为飞机加油是我自己讲 我需要把飞机从停机位滑行到加油泵去滑行 所以我在这个视频之前应该已经自己滑过几次了 但是它这个状态好像还是没有滑得太好 因为没有滑到滑行到的中间 现在已经偏左了不少 应该只是滑行到那个黄线上面 就中间的黄线视线 然后我现在是已经在它的左边 所以当时滑行还不是很熟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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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角员说我现在滑的有点快 然后我就把油门收了一点 转为慢一点 然后现在就是在用这个检查单做起飞前的检查 每一回起飞之前都需要按照这个检查单做一次飞机的内部的检查 包括叫方向盘,叫操控杆,叫York 然后对于飞机的控制的 现在的检查这个York对于飞机控制的检查 这是315分钟? 312分钟 然后检查空速的各种仪表,空速姿态 现在调的这个是那个横向表 这个调的这个要和飞机上的指南针 的数字相对应 不是,这个叫罗牌 叫Compass 现在查高度表 好,姿态表 然后其实这个时候我还不是很清楚每一个 这下单上每一个名字对应在飞机里的哪一个部位 我一直在跟六个老师说我的看的东西在哪里 然后现在是在检查我的这个引擎 现在是把转速要推到,用油门这个杆来控制转速引擎的转速要推到170分钟 然后检查这个Magnetal 就是我有两个从来给那个引擎打火用的 然后现在从左边检查到右边 现在正常应该下的情况是用两个一起用 但是也可以检查,就是可以切换到左或者右 所以我现在在检查只用左或者只用右 对于这个专速的影响 对于这个转速的影响 说上来的情况下来说就是 只用两个的情况下是1700 用一个的情况下来说应该是1600左右 1600加100 然后再回到两个的话又变回1700 然后就是左右 它们两个都应该是1600 然后不应该相差太多 然后现在说是要检查机油的温度 所以机油就是包括给引擎降温的左右 因为机油温度太高的话 引擎的温度也会变高 同时机油也可以就是润滑你的引擎 然后可以把引擎里面的杂质 顺着机油来排出去 好现在检查的是引擎 那个快门 不是快门 油门降到最低的情况下 引擎是不能整场的运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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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收到这里 ok 大附近 延的时候 音响 回音 启口 ik transportation 看 一天 道 亮 OK, door, window, good. Make sure you really, yeah, there you go. Uh, lighting lights is on. OK. And the strobes is on. Uh, we do not have strobe lights. OK, and the time, no break, release, OK? Alright. We go there and then hold short. That's correct, yeah, we'll... 現在我檢查完飛機,然後再跑道來等待, 然後跟團團說我已經準備好要起飛. 然後我說完之後, 他沒有馬上的回覆我, 然後等了一下, 然後團團現在打算跟我說, 然後發現天上飛的飛機有那個... 天上飛的飛機有那個...情況, 然後團團先回覆別的飛機去了, 然後他就跟我說, 然後說一種回憶我說的話, 然後我沒有反應過來, 然後我想說的時候, 又被寫的對話打斷了, 好像... 挺忙的,很多飛機, 然後又...這個時候他又這樣, 我再重複一遍我說的,請求, 然後我就... 然後我就... 又把我所有的... 信息又跟他說了一遍, 說我準備好起飛了, 然後又被其他... 對話打斷。 然後又被其他的... 對話打斷。 就是這個... 這個時段, 就是... 天上飛機, 然後就很忙 然後現在他跟我說 什麼都沒有跟我說 什麼都沒有跟我說 一直在和別的飛機在對話 然後我其實從新店裡停 對話也是 可能有一些聽不懂吧 他跟我說我可以起飛了 但是我沒有聽懂 然後老師就回覆了 我沒有聽懂 其實他還告訴我 是說讓我馬上起飛 不要有那個日流 因為還有很多飛機在地上 等降落 然後我沒有馬上聽懂 沒有馬上恢復他的話 所以老師就幫我恢復了 然後這次的起飛也是我的 所有起飛裡面的前幾個 可能前兩個到前幾個 這次基本上是我自己的操作 到了速度以後 把操縱桿向後拉一點 然後就可以起飛 起飛以後一直沿著跑道的方向 往前飛 就是不能偏右 就是不能偏右 就一直要保持在跑道的這個 跑道是超難的 我就一直要超難飛 然後現在起飛以後 我們這次的起飛 這就是100馬力 這兩個人加滿油 我基本上就是他都蠻重的 所以就蠻在核的 所以我們這個跑道能比較慢 然後 這個老師就說 應該以4-5-5-5-6-5-0來 爬屑去的腳步 對 我用右滑爪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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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的照片 就是我們想看到 OK 然後再起飛以後 用 要飛到數以二 一個 練習的區域 我们从刚刚跑到起飞以后,我们是直线起飞,直线往外飞 现在看到外面的海滩应该是洛杉矶的日光斗地 就是雷丁多海滩 这个海滩离之前拉拉拉的海滩不太远,大概就5公里左右 拉拉拉的海滩叫Hurisma 我们从直线起飞以后,飞大概3分钟 应该就可以飞到刚才说的那个Redondo的海滩 然后从飞到海岸线的时候,开始左转 faun山 下转错的海滩 需要滑到海滩宽 我们測向了 下转换 我们正转的风速 现在是75公里 Cross 行 工里面可以接过 以上 超线 我们的封种 然後遠處的山頭 就是更小的那個在海裡面的那個山就是一個島 它叫克塔利納島 就是維俄神奇最新的一個島吧 就有很多人躲上去 需要從亂機坐一個船坐過去 我沒有坐穿去 但是從這邊坐穿過去應該一個小時以內可以到 上面有一些酒店還有海灘水上的牆 也有一些人回去順便玩 然後剛才問老師我們要飛多高 他說要飛到3500英尺 大概是1100-1200米 1150米的樣子 基本上因為我要去做一些訓練的動作 基本上就是要飛到3000英尺以上 坐在這邊就 好,回到這裡就好 好,我們要去找羅斯 好,那我們在做的這個訓練前 我們叫Pare Off-Store 就是油門全收的情況下 呃,時速 然後我們要把金衣放了30 然後機頭稍微上下 然後油門全收 然後把機頭再動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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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現在我們就沒有了 所以要慢慢下降 然后现在就停到了失速 然后我们就有把那个Yoke就是从刚刚往下推 然后出现 然后可以回复到这个状态 这应该是我第一次做这个训练的项目 然后之后这个视频里面 还会让我再做一两次 然后我们现在飞的这个船 就是这个训练的在海面 所以我们现在要演示一个正常的飞行 走动里有那个油门的状态下的失速 正常的油门的失速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另外一个 项目的项目的项目 然后我们看到那个失速的情况 就是一天一感觉到那个操控感没有 就是你上左好像右转没有什么操控的力量的时候 就是失速了 其实同时踢头也会就是突然下降 你控制个飞机 然后再去速 然后这个情况下就是把操控感 就是让它操控感 它会有自动的力往前 你就把那个银子都送到手 让它往前 然后飞机就会自己从失速的情况下来那个 它会知道正常的情况 就会又对飞机有了一个转空 好了 这样再让我 q Music 稍微해야 safe 至终以项目的抖炎 在马上肯目的记录 我们在马上牙区 以后实际上伸张到自己 跟隆语 最遵线是挑战修 像是要控制之后 我自己在 然后现在停到了施速警告 我有点像右偏 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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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的状态就是一直 抬起头 我使劲再往后拉层轮杆 然后感觉到施速以后 我只要松开层轮杆 这机器会自动向下 然后就恢复到正常的车队 HOT Z HOT CJ T CJ D CJ PJ CJ 我現在跟老師說,我現在要用他來靜靜 我現在這樣落的這條跑道是圖倫斯機場的兩九右跑道,大概是5000 feet 長度 這應該是我第一個操作的一個角落 他就是口頭上的指導我,但是他同時也是準備好來接替我的操作 老師盡量讓我自己來感覺降落的過程 老師好,一個下降的速度,還有下降率,還有這個角度 我們這個跑道的方向是290,29,就是意味著我現在是往290度這個方向在飛 然後這一天降落的時候,這個風向也是290,就是從我正前面吹過來,就是對降落是非常好的 如果從側面飛的話,我需要糾正腳步 然後他其實看他的右手是說是在幫助我降落的 然後他好像沒有幫助我 是差不多了,大概是啦 都不都隨著玩了 所以你可以讓你的卡幣上,我可以幫你 OK 謝謝 我們有個條一方向的路 完成詞賞 全程